你听说过最近很火的请先生赴死 订婚后被未婚妻告强奸 导致男方被刑拘的事件吗 这个案子就非常直观地展示了 你之前问我的 为什么当前结婚率血崩的问题 当前已经不是婚后风险问题了 连婚前风险都要爆炸了 没听说过啊 那你给我说说呗 其实这个案件情节并不复杂 只因男女双方因为房子加盟 财礼等谈不拢问题 女方竟然告男方强奸 可怕吧 一定是感情没到位 男方怎么能强迫发生关系呢 你听我说完 男女双方是经过相亲认识的 已经见过父母买好婚房了 甚至双方已经进行了订婚宴了 要求的20万彩礼男方也同意支付 只不过是按当地习俗分期支付 订婚前给10万 订婚后支付剩下10万 除了10万彩礼订婚时 男方还给了7.2颗的金戒指 还请了第三方当证明 如果中途结婚前男方反悔退婚 这10万块钱和金戒指就不还给男生了 如果女方反悔退婚 这10万块钱跟彩礼必须返还给男生 至于男方全款买的房子 双方还写了协议签字画押了 男方承诺同意在两人结婚一年之后 在房本上加上女方的名字 这虽然像是一场交易 但是也没什么大问题吧 女方可能也只是缺乏安全感而已 是 如果剩下的事情没发生 这也许就是一场普通的交易型婚姻吧 可是在第二天回门宴时 两人在婚房发生了羞羞的关系 但是女方在发生完关系之后 情绪非常的不好 于是当天晚上女孩的母亲 把男生单独拉到车上 开始套话 还录音了 女方妈妈说 不该发生的也发生了 该结婚后发生的你也提前得到了 你要说话算话 房本上立即加上女儿的名字 没给权的彩礼 现在也应该立即补权 之后呢 还打电话追问男生 你们订婚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 男生傻傻地回答 嗯嗯 是的 接着丈母娘又说 那你强暴我们家闺女 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 傻小子也不敢反驳说 嗯嗯 丈母娘说得对 我愿意对她负责 但是第三天 女方的家人过来协商房子的事 男方的母亲 却认为女生这是试图敲诈他们 表示如果分手的话 女方应当立即归还彩礼 双方不花而散 更戏剧性的是 第四天时 男生上着班时 竟然被公安局警察带走拘留了 罪名是涉嫌强奸罪 本来警方还努力调解双方 毕竟双方已经订婚了 算是半个一家人了吧 但是女方坚决要法院判定男方强奸罪 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和医疗费 电话录音里 她自己都承认了 而男方则认为男方没有强奸 女方的衣服没有坏 身上没有伤 而且都订婚了 本就是你亲我愿的事情 当天上楼电梯监控 还监测到男女生搂搂包包的视频 女方就是想额钱 所以你说就这情形 谁还敢去相亲结婚了呢 这个也不好说吧 那最后法院怎么判呢 说不定真的是强奸呢 法院还没有结果 这案子的影响力 不比当年彭宇案小了 一个让大家以后 不敢随便扶别人 不是你装的你为什么要扶 而这个案件 则让本就血崩了的结婚率 雪上加霜了 我想说的是 结婚不是一场交易 如果没有感情 请不要麻木地结婚 更不要麻木地劝人结婚 你明白了吗 所以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 婚姻的本质 就是一场交易嘛